全场欢呼中 2022年台湾百大MVP经理人名单依序出炉 其中TVBS品牌行销继公关部总监戴天忆 获选其中SuperMVP 其实这次拿这个MVP 其实借由我在TVBS十年的经验 从节目端从内容端到行销到整个的版权销售 运用十年的时间从制作节目到资源整合 以及最后的版权销售都需全方位掌控 同时身兼名制作人身份 经手的戏剧步步是经典 其实我们在做每个IP的多元化发展 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创造出TVBS的品牌力 影响力跟国际力 紧接着两档实信节目陆续上档 将带领同仁打造华文领导品牌形象 同场颁奖典礼中 今年的金钟市地陈雅兰也获得行销创新的肯定 近期好一部分心力也投注在下个月将播出的八点档 与王宰华虽是不对盘的亲家 却是作品最大亮点 每天所有的演员都被我搞到笑得变鬼 如果不是国语不标准 就是我自己加很多词 就是很生活化 我觉得编剧写的剧本非常的好 因为我跟彩华的默契很好 那我觉得用搞笑版来呈现 应该会让现在八点档的观众 会不一样的感觉 同时他也致力歌仔戏文化 主演的嘉信君由台湾 明年二月也将前进巨场 获奖名单精挑细选 也肯定得奖者的不凡价值 TVS新闻之后 我们上次去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